首先第一位 就讓我們歡迎 副理庫的執行長YT 請坐 輕鬆一下 YT 超年輕 我實在是不敢問 你跟我之間的年齡差距 好但是我還是要先用心情問題 用一句話 好來簡單分享一下副理庫做什麼 這個題目 不是主席的 第二 一句話 副理庫在做的是 我想要成為就是 電子產業的合同 一句話 電子產業的合同 可是電子產業為什麼需要聽懂 大家現在都有用褲博美的 對 有人沒有用 那為什麼要用褲博美的 就是為地圖的封鎖 因為我找不到路 你可以看只能地址嗎 還是有只能地址嗎 但現在用Google就比較快 對 沒錯 那你為什麼不用只能地址 就是很麻煩要找 而且它就是會讓你去看路線 你直接看 對 Google Mac 現在你不見得只是在 找路線的時候需要有保障 很多時候 罰卡 IOC 嗯 對 它是一點的資訊 甚至定位 對 太多太多的螢幕 它已經不是一個地圖了 是 對 可是呢 對我們想要做電子產業的合同 因為電子產業沒有知道的數位是 對 之前你看大家知道說 資本地圖 然後就直接用資本地圖去找 找路線 可是 Google把它變成一個3D的 把它變成一個數位 它已經脫離了 地圖不一定是資訊 對 各行各業啊 誰去進去的 大家都需要 可是電子產業 大家都覺得電子產業真 是一個蠻堅定的一個產業 對 但是它也蠻保障的 我們進去完之後才發現 哇怎麼會是這樣子 對 因為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電子產品 它基本都是一個電路板 然後電路板上面就是很多的東西 那就在做產品設計的時候呢 你就是要先去 要看這些裡面怎麼去使用 裡面的規格書 這些規格書全部都是TDA的東西 全部都是 就像資本地圖 對就像看雜誌它有 它也是有TDA 可是你今天看到裡面有些 數據或是什麼想用的 你怎麼做 你就是把它拔出來 嗯 不用打 定制產業他們在做產品設計的時候 也是這個樣子 他就去把 他就看著做工程師 然後就看著PDF 然後呢 就把他要的資訊 然後 你可以的打出來 你知道有時候那個 貝格書上百頁 對一個零件貝格書上百頁 然後啊 零件貝格書上百頁 不見的不是 只有 它還有圖 還有錶殼 等等的 像以前 大家可能在學校 錄的時候 可能還複製貼上 然後遇到不能複製貼上 然後表格複製出來 還會亂掉 所以就是說 可是這些東西 如果你看 如果這些 規格書裡面的資料 都是數位 那就可以結成很多很多的資訊 有時候定制產業真的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數位資料這個東西 對 所以我就覺得 怎麼會是這樣子 這麼一個 現金的一個產品 然後怎麼會 沒有錯 就是大家做這件事情 還是養害人工的房子 因為你不能處於一個 這樣的一個 規格書的這樣的時間 大概就是要花 三四個小時 進行那裡的資訊 那你看一個 產品 就是iPhone 它一個電路版 就把所有的資訊 工程是要花多少時間 去轉換 這些數位資料 你看到它 從零件的 上百頁的重量中間 找到它要做的資訊 然後把它另外 踢出來 對 然後踢出來的時候 它還要透過一些 EDA的軟體 就是 產品 自動化設計的一些軟體 然後把小型 它所想要的 這樣的一個程序 你看溫度 可以進行 快一點的 跑一兩個小時 可是你看一個iPhone上面 六百多 七百多 在裡面跑掉 要花多少多少的時間 可是如果今天我們就是想說 可是如果今天資訊 資料就是資訊 就已經數位了 我幫它平台上面 然後它只要 複製下載 對不對 那就是可以競爭 很多的時間 對這個就是 我們要做的事情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去建立 這樣的一個數位 是要有這樣的一個resource 然後 可以帶你整個電子廠 難怪電子廠也需要 它確實真的是一個 Google的功能 就是說 它不只是 找到資料而已 這個資料裡面還包含了 怎麼使用 怎麼對接 如何設置 相關的資訊 這個題目 聽起來 像剛YG講的 就是 哇 過去真的沒有這樣的資料 雖然你這樣的需求存在 可是沒有這樣的 沒有人提供這樣 序位化的資料 那 你 我知道 其實你們團隊裡面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 就是現在的東西講 YC 對不對 YC 你們一個是 YC 一個是 YD 不講 對 當時是什麼樣的契機 就是促成 YC 跟 YG 還有 我知道你從學校開始嗎 高一大的 整個 整個 一起開始 這個 這個創業的 的道理 對 應該就是說 剛剛講的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說 其實它是 可是這種東西 真的是蠻無聊 說這事情真的是 很無聊 這部分的事情 我自己就覺得 真的超無聊 那 因為 我們董事長 就是 他就是在 美國 他有自己的 設計公司 然後上台 就會遇到這種 冷的問題 因為 這種冷的 你也不是說 因為電子零件的東西 電子產的東西 你也不是 路上抓來 然後上面可以使用的 你要去做訓練 然後 訓練完之後呢 他已經覺得 訓練完之後他就覺得 這個工作太無聊了 他就是這樣 對就會有分財這種問題 那 他一開始只是想要說 回來台灣 因為他在美國 然後想要回來台灣 就是培養這樣子的一個 工程師 對 然後 因為剛好那時候 我們在學校 然後 有機會 把這個場 就是 剛好去遇到 他是希望說 透過學校的方式 然後就這樣子 去做我的財 那 所以 那可是那時候我在做的時候 我都覺得 這太無聊了 我覺得 科技就始終來自於多心 就覺得 這完全是不對 因為人懶得做 對 對 我們就去找 比較容易的方式 那我們就 然後我們就去找 其實他是可以寫程式 去做的 不用人 在那邊一個一個往去做 那我們就 我們就 後來我發現我都跟他說 我就跟他說 其實就用那個 不用產生的方式去做 那當然他有 他過去他的產業 他的產業經驗 然後他覺得 然後他覺得 在用的方式裡面 結成了很多效能 等等之類的 那一定有很多的 必須是可以做的 然後那時候 所以我們就 就因為這樣子啦 就是一個 因緣際 一個不小心 你是不是不想說歪打正招 對我們就真的是 不小心 因為在我們還會去做這件事情 我們不是 我們是 不認識的 而且我們兩個背景也是差很多 我們是不同領域的 因為我們是在學校 然後他們在演藝 而且我們年紀也 太差 我等一下 你等一下不能講 很小聲 對 對 然後我們就是覺得 這樣子的運作 我覺得還不錯 那當然 當初只是覺得說 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節省 能力 自己解決 產業人生 這樣的問題 可是後來我們 越做越深的時候 發現說 我們運用能夠的 其他技術 像 AI技術進來 就做得更淺寬 這樣子 所以 應該說 YC之前在美國 那個公司 電子設置公司 所以他其實就是 你們現在這一套 服務的需求者 對 然後 就是因為需求者 太耗太多人工了 所以他想要來台灣培養人才 人來幫他做這件事 對 原本就是 因為他就覺得說 我就把 人放在 台灣 因為他的很多 不能是可能就是會 躲在跳 然後被挖腳 然後他就說 我就把他設在台灣 大家都說 台灣的人才 就是很好用 又很聽話 CP值又高 他只是當初的 就設在台灣 不會被挖腳 對 這就是這樣 但是 也就是說他其實一開始 也沒有打算 讓AI做這件事情 也沒有 其實AI就是這種東西 是我們一直往下 因為我原本只是 朝向自動化 這件事情 對 然後一直往下出的時候 我覺得說其實這整個一個process 說光是有自動化 其實是 不夠的效果 是 所以我就覺得說 因為我本身的一個 團長 是比較偏向 AI 所以我就說 我們可以用AI的方式 加個AI的進行方 做得更淺 我覺得這個組合 其實很棒 就是 一邊有需求 一邊 有 有創意 有創意的點 然後 一邊有創意的經驗 然後 一邊有 賺業 有技術 所以這個組合 真的 雖然是 歪打正招 但也真的是 因人的機會 我想先聊聊 就是 因為我剛剛講到說 富米庫希望可以當的 就是電子產業的Google 那要做到像Google這樣 Google當然也是有他當時創業 現實地利能和 可是他也一定有他很強大的 技術能力跟服務的 這個普及度 才能夠做到今天這個 這個階段 那 富米庫的優勢 包含說 你們技術上面的 專利啦 或者是在這個 這些電子規格書上面的 判讀上面 需要做到 可能跟其他AI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或者是說 那 有些優勢是說你打進了生態系 你就在做生態系 特特的位置 等等的 可惡人啊 你們大概在哪幾塊 可能 已經佔定了 一定程度的這個 毅力不咬的地位 我覺得 富米庫我覺得 真的來講 他是 運氣很好 然後我覺得 也夠堅持 對因為其實我們在 成立的那一年的時候 其實 那是哪年 2015 對 2015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大家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常談AI技術 雲端 這個東西 其實那時候不常聽到 那其實電子產業真的是蠻保守的 他只要我的產業付出 其實他不在乎 新的技術 如果有小一點 他就要用人工 真的是慢慢渴乃免 渴乃免 對 那我覺得 我們幸運的 也是 我們做得早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現在回想起來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 那時候是能做得早 因為大家都還沒有看到 就不知道 我們每次說 我們已經先做 一定事情 那當然就是 那個時間是蠻辛苦的 大家都覺得我們不會成功 對 他就覺得我們那天馬行空 可是 改革說一下好了 今天會不會成功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是 我們就 不管 反正呢 我們就覺得 這方向是對的 其實然後做到現在我們 更確定 這個方向是不是會的 因為就是最近產業 缺掉那件事情 是 然後試著就是 工程師或者是 所有東西都花了很大的 resource在挑掉選調 那挑掉選調最大的成本 那下時間就是在 看PDF 看規格數 對 那如果你看如果現在有這樣的一個 數位增掉 就 根本就不用看 只要PDF社群 都沒有效果 那因為過去在沒有那麼缺料情況之下 一直持續來用的就是他們外長使用的 文件 那就不用 就不用再重新去讀這個肥料 可是因為現在缺料 是不是要去找機代品的時候 也就是說 因為你過去可能就是覺得 有一些主要的料 我找我機代 可是現在就是 很多目標出來的時候 你不知道要找個機代品 然後一顆一個料 不是找一個 也要找幾個 所以就花很多時間 在找個料理 那我覺得 我們進入的找是因為 技術的引發是需要時間的 而且就是 AI技術這種東西 就是 他真的是蠻燒錢 然後因為他燒錢 是因為他要準備前面的 大量的資料 非常非常多的資料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這個 嗯 了解就是 因為這段的疫情其實 他難度真的是夠高 那當天我們會決定 我要用YC 去做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 這個疫情挑戰性夠高 夠不難 因為他要誇的是電子 一個資訊 對那 因為大家覺得說 為什麼那一般人物資能很重 我相信覺得不可重 因為你沒有 電子的電子都在哪裡 嗯 那電子產業的人會不會太重 他也不會太重 他也不會太重 嗯 所以就是說 我們就是必須要續備兩個 就是兩個 對 對對 然後 包括一些AI技術啊 資料分析等等 這些雲霸地盤這些技術 所以就是說我們其實跨了蠻多 有很多類的技術 然後 還有就是說在這個努力的 同樣大資學的累積 然後這些 AI技術需要用資料的累積 我覺得這個就是個 很大的影響 還是要回到剛剛那一句話 就是如果我們要從Google 我們要建立一個標準 不如是第一個 然後 現在應該還是唯一一個 所以 就是說 成為業界統一標準這件事情 是你們的終極目標 可是這條路 你們覺得應該要怎麼走 你們覺得他需要把它托上去 我覺得因為我們目的 我們其實今年我們已經慢慢看到 這樣的一個 情形出來 對 我覺得我們今年就是 已經能夠去 地方這樣的一個 格式 要推出 尤其最近 對 我覺得 但是不能說 都懂得到這些那個結束 因為 其實技術的改變 其實很快 產業的改變 其實都很快 就是必須不斷的要去 知道說 這個運氣是什麼 或是進行 這些改變 我覺得這種 這條路是一直要想下去的 那可是 剛剛在我已經講了一個 那時候 沒有人看好我們 可是 不管 就是 我們還是要 不管 現在用 講的 就是很帥氣 那 什麼 就是說 有什麼樣的支持 跟什麼樣的資源 讓你可以 就是放肆的 降限時 說不管 然後 難道 你沒有碰過 挑戰 問題 困難 然後讓你 對 你怎麼克服這挑戰 讓你繼續說 不管 我就說你不知道 我覺得 困難問題 每天都有啊 每一年都有 而且每一年 其實真的是 每個階段 遇到的問題 都會不一樣 公司初期遇到的問題 然後等你三四年之後遇到的問題 跟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 完全都不一樣 那不管 你都沒有猶豫 你都沒有害怕 或者是困惑 不會 因為我們覺得就是 這個是 這個包容絕對是對 帥耶 帥耶 對 所以包容絕對 誰 你如果有現成 誰要會在上面看PDM 誰在那邊 誰在那邊做這個東西 你是因為有人 他在用 配分會模 對 而且就是他真的是 夠困難 我相信要做的人 他應該要追很久 而且如果我們做成功能 不是第一個 永遠真的就是第一個 永遠 對 永遠就是第一個 我覺得 所以直接用這個信念撐 是撐你家的 另一個 某種團 某種程度的就是 還有團隊 就是說 就是在這個位置上面 其實你顧慮的不是你自己 想不想做 或者是 有沒有 你沒得猶豫啊 整個團隊都跟著你 對 你怎麼猶豫 你不能猶豫啊 你不能覺得說 我們怎麼樣 當然都會有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些 就是他的 或者是 旁邊的就是 中間就是要互相取 對 這很重要 還是有同學 對 然後反而就是說 因為我們跟 他們的關係 他也有蠻大的空間 那種信任 其實就是 我覺得最難的 是 後果可能 就是 其實是很難的 聊跟外星之間的 那個 這個我想放最後 倒數第二題 剛剛講的團隊 團隊我想聊的是 其實你自己在公司裡面的角色 也有轉變 那 比如說從技術長 變成執行長 我們想像的技術長 不然不見得是實際的 然後就想像的東西 比較偏向 活化核心技術 想定很好 那他似乎是一個 你知道 小宇宙型的工作 那執行長不一樣嗎 有的執行長是 對內 也要對外 有些人 有些就是 至少要付全的 就在於是 技術裡面的事情 是一整個公司的事情 是有人的事情 也有錢的事情 這樣子 那 那 在團隊裡面 你的角色的轉換 你跟團隊之間的 一個關係 有沒有什麼 任何的轉變 或者是說 團隊給你怎麼樣的支持 我覺得 我的角色轉換 是因為 公司的階段 因為就是說 因為剛開始 我其實的focus 在技術 所以我就整個 就是主導技術 因為那時候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公司做中心 如果我們有一個技術的體制 還有雜誌的技術的話 你都沒有辦法去 所以就是我們 全力就是跨氣的話 有幾個的事情 就是全心全力 就是投放在 提供到的市場 這個事情 跟什麼說服 團隊要跟著 拼著一個帥 我拼著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都想 當第一個吧 真的 對啊 如果 定制產業的Google 我覺得這個 蠻有挑戰的 所以你真的是用 理想 對 政府啊 要 因為你出去 原因之外 我都覺得說 你出去工作 一定就是難得公正的事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是可以去做 我們自己的事情 而且就是 就是我們自己去做 然後推薦整個公司 團隊的文化 就去做一個 想要做的事情 對 就是 難得的機會 我覺得 就是 經歷將 過程進行 難得的一個 所以 所以 角色的總幹事 是因為團隊的發展關係 所以 從肯門造成 非常 專心投入到 在技術裡面 到他們 開始上不上 對 對 就是 到 反正 比如說到一點 我們就開始 接觸市場的時候 那當然就是 因為我們這種 是很技術性的 必須去睡一課 為什麼要用 對那時候當然就是 專心投入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 而且就是 就轉換進行 仔細長的一個角色 其實 以台灣正面來講 其實都是這個樣子 其實就是 我來批准 那可是呢 就是到我們要同一段時間 時候 那就是要 這就是 外市場 外市場 當然 因為 貨品部是 技術研發的 所以我們對 技術三部 長成 一些 算是 蠻好的 你覺得自己 自己的角色上面 有挑釁掌揮的 有啊 就是開始 從學生 然後到 做這件事情 就是 創這件事情 然後從 技術長到 知情長 有啊 很大 就你要說 這就是很大轉變 因為就是 因為坦白講 就是說你 技術長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 對技術 其實長過程度 都算是很高 不要不要清楚 可是你換到 知情長的時候 就是 有一些事情 是必須放掉的 對然後可是那時候放掉回去的 就說好像自己就 學少了 少了一步行 對對對 或少了一個武器 畢竟是地下流的東西 對對對 然後可是 我覺得就是 整個 穿越過程就是 不斷的調整 自己 不斷的順勢 我就常講 順勢這麼順勢 我覺得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有的話 我常跟團隊講的就是 你如果說服不了別人 你就洗自己的 好嗎 對啊 你睡不了別人 你睡不著自己 有特定的提示嗎 沒有 我們在進行前面 是不是 沒有反正就是 想辦法去接受 對像我們 因為我們都是 公共城市被推出來 其實我們 不是很喜歡去面對 業務這塊 這個東西 都不舒服 對 可是那時候就是 你共識就是 必須要把 從這裡 那 以個人來講 你就會覺得說 自己的成長 必須要靠在這裡 就是用這種方式 去 睡 不斷的 我覺得整個路 整個過程 不斷的改變 改變 即使到現在這件事情 應該還是進行 是啊 是啊 對 好了 最後一題呢 最後一題呢 我們不知道被舉牌 居然怎麼樣 最後一題再來 問一個 跨世代 你說 你跟YZ 我們如果說 十年是一個世代 請問你跟YZ 大概差了多少 這不是 誰都差了 我們說大概而已 大概 那有二嗎 有兩個世代 以上 超過 嗯 有 OK 好 就那確實真是蠻挑戰的 一個世代 我覺得就已經是蠻挑戰的 超過一個世代以上 更挑戰 然後兩個人的背景不一樣 一個美國 一個 台灣 一個 已經 商場老價 一個 學校背景 你們怎麼磨合 尤其剛開始他找你 想做的事情 跟你給他的創業的理解 又都不一樣 你們剛才你們怎麼合作 我們怎麼合作 其實我們沒什麼合作 反正你覺得 江澤良也可惜 跟做好做 哼 就講真的啊 跟真的 我跟他 第一次碰面 不到兩個月 他的工資就沉疊了 可是你不怕說 This is a great idea 那我找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 你不怕通你來 對不起好 我講直白配合 你也不怕通你來 或者他覺得 我可以找 就是 更好的AI的 人來做 所以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 信任很重要 我覺得 因為我們就是 就是 其實 我們也許不是 那麼第一次 試過去很了解的 我煩惱才能做這些事情 可是就是說 相處下 第一次的 相處 或者是剛才講的 就覺得 相處起來 是蠻辛苦的 那我覺得他就走啊 反正 就是 失敗了你也回去學到的那些工程 你也會學成長 你也會學到的工程 那就是 因為那時候 就去唱 為什麼好怕 就是唱 他都敢讓我唱 我為什麼跑不來 不敢唱 所以第一個就是信任 可是 後來我們也慢慢共識 很長一段時間 就一起創建了 這麼長一段時間 接下來需要的 可能都不只是信任 就是共同目標 我們一直都是有 一向一致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 其實都是不一樣 很明顯 對 我覺得信任是 我覺得信任這件事情 真的是一個蠻難得的 一件事情 這不是說你融化 就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你會學 別人的信任 就是 我覺得蠻難得的 而且就是可以維持 互相信任 因為 然後其實 也要問很多的問題 因為他死亡是在台灣 然後我們是在台灣 然後 然後 他也不能說少 可是就是 不像 在同一個office 這樣子每天可以去旅行 而且就是剛開始就送學料出來 對產業沒有辦法理解 對 那 有時候 然後就是剛 就是 畢業之後 你跟工作 就是要去 那種大陪的 公司 有時候就覺得 然後想要找個房子 就找到了 因為他在睡覺 還要趁現在工作 他在睡覺 除了距離還有時差 對 其實最大是時差的 一個事情 因為我們能夠 從你的世界地上 看 可是我覺得就是 因為他跟我是 不要說背景不一樣 我們兩個的個性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 非常非常不一樣 我們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 真的算互補嗎 完全是互補 完全 對 對 所以就是 他比較負責對外的東西 比較負責 就是對面的東西 是 對 那我當隊覺得 就是 我們完全是不一樣的 我想看 給這樣的 不一樣的兩個合作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也想看 他們拆散 這樣子 我們就一直 合作到 就一直合作到上線 而且 今天 對下個月開始 之後 不進行 這樣子 好不容易喔 就是 蠻有趣的 這是過的一件事 蠻有趣的 因為我們兩個是真的差很多 然後 他怎麼說服我 我要怎麼說服他 這是我每天都在 想辦法要去死 對 但是在國外的事情 或是想辦法 要做的事情的時候 我怎麼說服他 他需要說服你的是什麼事 跟你需要說服他 就是哪一些別人遇上 嗯 一開始都是他在跟他講 可是在這過程當中 慢慢的 一年一年完之後 現在變成是我在跟他講 對 就變成 因為 嗯 因為我剛開始做我的市場 那件事情 然後他就一直要說服他 因為他要說服我 做這件事情 絕對是 未來是在那樣 對 就那樣講 就是要爆發 等等等等 對 然後我就是在接說 我要接受市場 然後他就一直這樣 然後他就一直這樣 可是 當 你知道我們 你知道 到我們慢慢在接觸市場的時候 現在變成 不反過來 不是我們在跟他講 跟他講 跟他講 然後包括接觸的東西 然後這些東西 他就 對 某種程度上就會 就是 他只是一個 明天 然後 然後 我覺得 我覺得 這個是讓我們說服他在改變 就是 這個過程當中讓我們覺得 就是 很多事情就是要學會還會思考 是 不管是在社會上的轉變 或者是跟外系的共識 他 他是一個比較 上次是比較不親信的 可是你要怎麼去睡 那怎麼去 跟他溝通 讓他去表解 我覺得你只要去還會思考 你會覺得 他不想像 香味蜜蜜蜜蜜蜜 而且但是他覺得就是 我說的就是 就是相處才喜歡 能夠舒服 然後他也蠻 能夠尋規的 他不會就是說 我的年紀比他小多 然後說的 就說 覺得 不接受 或是什麼樣子 對 他是就是因為 你覺得我講的 然後到他就覺得 是OK 對他也不接受 他也會連續 一起去親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就是 不管是身份上 很喜歡病人的過程 我覺得 那就是多一點 就是你換個思考 然後有時候 當然是要多一點包容 還是會 爭執的時候 不是不會有 那 爭執的時候 其實我們大家都會知道 我們 我們應該去爭執 我們不會說 就是 因為你就是 你是年紀比我大了 對 然後會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其實不知道說 我們 就是救世 我們的共同目標 然後就是要得多 讓自己不成功 所以 我們必須站在 我們的資者 我們的保守上 去提出我的坦白 我的堅持 聽起來你們 雖然不知道是父母 但至少都是 非常體系的人 他的精神應該很奇妙的人 好 我想我們今天差不多 我們謝謝YT OK 謝謝 謝謝